今天我们拆五个奥特曼盲盒 布鲁克的寂寞盲盒 荣耀勋章盲盒 还有一个一拉罐盲盒 看看浪哥今天运气怎么样 能不能抽到隐藏款 如果抽到你想要的 别忘了给浪哥留言 好了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拆 先拆荣耀勋章盲盒 六个普通款 隐藏款还是金色的呢 接着奥特曼 银河出生 猜猜这个会不会是隐藏款 抽到了布鲁奥特曼 还有一张卡片 SP卡 布鲁奥特曼月水行碳 卡片真的好闪啊 勋章还是纯金属的 正版的就是好看 第一个没有抽到隐藏款 我们进去第二个 布鲁克金木马河 群星版第七弹 这一弹是浪哥最喜欢的 因为能抽到德卡奥特曼 隐藏款也是德卡奥特曼 哇浪哥今天运气真的很不错 抽到了封面款 德卡奥特曼闪亮醒 开始组装 德卡奥特曼组装完成 拿着超大的黄金武器 虽然没有抽到隐藏款 但是浪哥感觉 这个比隐藏款还要好看 这个德卡浪哥已经抽到好几个了 如果有想要的小伙伴 可以给浪哥留言 我们进去 奥特曼金属徽章 也是有很多奥特曼 隐藏款 赛家奥特曼 抽到了一个泽塔奥特曼 还是55周年限定款 纯金属材质的 特别特别亮 可以挂在衣服上和书包上 真的好闪啊 这个也还不错 我们进去 一大罐盲盒 一张卡片 一个大怪兽 一卡尔斯星人 哇长得好丑啊 里面还有一个奥特曼 这个特别像 维克特曼奥特曼 不过做工太差了 应该不是正品 感觉长得有点难看 跟正版的奥特曼 真的没法比 我们进去 一张盲盒 第二弹 也是一个隐藏款的 八个普通款 会不会是隐藏款呢 哇 浪哥真的抽到隐藏款了 资卡奥特曼 德卡天爪 看看它长什么样子 哇 真的好帅啊 下面还有签名的 印章 这里还有编号 卡片和印章 都非常的帅 浪哥今天运气真的爆棚了 看看浪哥今天的收获 德卡奥特曼 资卡奥特曼 布鲁奥特曼 这里面有没有你们想要的 如果有 记得给浪哥留言